正常焦点 但您看到2024总统的最新民调 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今天早上发布 发现赖清德的支持度 突破了四成天花板 来到了四成三 可以说是创下个人历史新高 而您看到柯文哲 一百分之二十六点六 落后十六点八个百分点 第三名则是侯友谊 百分之十三点六 所以您看如今大选 似乎形成着一强 一中一弱的态势 而针对赖清德支持度创下新高 郭台铭是再度喊出团结 再度援引出三只小猪 强调说呢 如果不团结的话 这谁都不会赢 强调在野两党 现在都把它当成敌人 不要内部矛盾 但看起来团结似乎是很难 毕竟这柯文哲已经直言说 不可能郭柯佩 对此郭台铭回应说 如果他自己选会赢 就选到底 并不会来逼科文哲 但是强调呢 这事实物者为俊杰 至于说针对中国最近的军演 郭台铭又搬出了妈祖说 强调说这妈祖是两岸和平的象征 妈祖也不会同意中国的军演 还说妈祖可以保卫台湾 甚至说可以用手把炸弹给移开 对此我们来看到 赖清德怎么表示 说中国应该尊重台湾人民 在自由意志下选出自己的总统 毕竟这过境美国已经行之有年 没必要拿来当作借口 解放军旅旅绕台 郭台铭搬出的近是妈祖来保卫台湾 说妈祖能用手把炸弹移开 愁狂发言让民进党立委听了也提笑皆非 国家的一个安全我们当然不能是只当单纯是寄托在精神层面的 我们还是必须要很稳健 而且非常有负责来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全 要选举总统的国家领导人然后用妈祖这样一段话 来表示他对于这个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上面的一个 比较戏虐式的说法 我想我们就是一笑置之 政府不管是执政党也好 或者是我们这个总统府都会知道居安思维 有民众吐槽说法部理性科学 或许只是玩笑话 倒是国民党立委没有点破 至少郭台铭守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一样 任何人胆敢要牵犯台湾 都是跟台湾2350万人为敌 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共同一致的立场 我们更呼吁大家都不应该干涉 我们1月13号的总统大选 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国台铭发言 或许是想炒热气飞 或许是想创造话题 但毕竟参选总统宗教信仰和保卫台湾的国防事务 可得区隔清楚才不会变成选战中的剑拔 记者曹天赵国锋采访报告 今天民进党总统参选 轻易得了一道大安区火盛公鸟参背 刚好这庙方主委正是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景祥 两个人在会前闭门会谈将近20分钟 被解读是赖清德有意来挖蓝蝉墙脚吗 对此陈景祥澄清 两人是老朋友要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守持新乡前程参拜副总统赖清德来到大安区信仰中心火盛公和体立委参选 小鸡为民众来祈福 陈景祥主任委员以及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火神庙也是公益的化身 包括捐助弱势 包括提供讲学金 包括地方有任何的需要 那我们庙方都站在第一线 赖清德致辞时特别提到庙方主委正式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陈景祥 亲自接待赖清德参拜 两人甚至闭门会谈将近20分钟 让外界好奇赖清德是不是有意讲功赖赖逸选票 我们跟议长聊了什么争取赖赖的选票吗 那个赖赖因为我们从小的那时 从小的那时 买了他以前住从外界 他被外界解读说赖赖是有的 二奶花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误解不要误解 大家 有聊到选情吗 选情它是很稳的 好不好 我们大家加油 要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趁紫祥强调和赖清德两人是很好的 老朋友 谈到选情也不吝啬赞扬对方 陈景祥在台北市议会生根多年 上一届还担任议长 被视为是陈加班右脚 而陈加班在台北政坛 则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从第一代陈建制过去 连任七届台北市议员开始 担任过三届议长 陈加班势力逐步扩大 包括陈景祥 陈玉梅 陈兵甫家族 以及民政局长陈永德 等人都是陈加班右脚 赖清德旺散 知道来迎铁票仓 还是能看到民众热情 促勇 赖清德更呼吁支持民主大联盟 是言带领全党在2024平胜选 今天吴永安六位红 采访报道